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纳烛香港 聚焦中国 放行世界全部事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在星期三即6日扬言 中国可能会试图垄断较低阶的晶片市场 认为有关的情况需要关注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6日宣布 将会继续延长对352项已经恢复豁免的中国进口商品 以及77项和防疫相关的中国进口商品的301条款 关税豁免期延期到2023年12月31日 这个豁免原定在9月30日到期 今集我们说中国垄断低端芯片市场 美国芯片战无招可出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郑国军博士顾问行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大家好 我是Clayman 香港城市大学NBA课程协理主任陈凤祥博士 大家好 我是陈凤祥 资深传媒人王善勇先生 大家好 我是王善勇 在节目开始前提醒大家记得订阅W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低端的芯片市场真的被垄断的话 问题又在哪里呢? 只是一个市场而已 为什么需要关注美国方面呢? 我想今次听到他们说中国想弄断低端芯片市场 当然由我们亚洲人或中国人的角度 听到的是一个市场 但是在美国人 特别是参议员或议长 他们说低端芯片市场 其实不是指市场的 他们一般是指战争 是指空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以前打开仗的时候 他们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全球 几百个地方有军事基地 而他们由于有基地的关系 就需要不单只配备人手 甚至乎是战机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1991年的沙漠风暴 当时时美国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香港的天气都很反常 其实在中东的天气是十分反常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天可以热得很严重 晚上很冷 然后早上的东西全部都结伤 甚至早的时候发觉东西全部都滴水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开开车就知道了 如果你早上发觉车全部都结伤 然后你要砍引擎 你可能要准备车一轮 然后等一轮才可以砍到市场 但是如果你是打仗 你战机要起飞呢? 当时美国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F-14、F-15那些 起不了飞 就是当早上结伤的情况下 机件全部是湿的 他们是没办法开到人情起飞 这件事是令到美国当时时的军部 就很头痕 特别是一些 大家想象一下 它机件里面 如果你的全部是湿了的话 你要等多久才能起飞呢? 当时时的军部就说不行 这件事不可能 不能够接受 因为军队出动 是现在要出动 你就走下去 就好像消防员那样 三分钟可能已经到楼下出车了 但是战机不行 当时他们就是 虽然一些芯片 是不会太受温度影响的 当时他们就发觉 他们用一些是相对低端的芯片 一不会那么热 二就是就算他们要做防水的情况 都是容易做的 因为大家知道 防得水的东西就不提得热 所以如果它本身不是很热 你可以做到防水 所以在那些战机里面 例如F14、F15那些 有很多一些很旧款的芯片 而这些芯片 其实不是一些高端芯片 它们不贵 亦都很容易去更换 亦都是令到美军很有效地 是可以即时去出战 但是随着时间改变 去到2004年左右 美军已经不再有F15的订单 即是它只是不再买 取而代之 它本来打算用F22和F35 而这些新款的战机 一般都相对是 类似隐形战机 即是能够避倒雷达的 你要避倒雷达 跟你要快去打架 是两回事 就好像有一个杀手要去买枪 你买一枝很吵的枪 跟你买一枝有灭声器的枪 你是在做两件不同的工作 你买一枝很吵的枪 你是需要做一宗案件 它是很公开 你是有一句说话要说的 什么意思呢 譬如我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国家 他要去做低另外一个国家 一个其实不是很有权力的 不是很有位置的领导人 不过要有一个声音走出来 他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用一枝很吵的枪 大家都看到有一个人倒闭了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灭口 他可能会找一个 是拿着一枝灭声器的枪 去杀了一个人 而这件事摆平之后 是没有人知道的 这两种情况 就好像美军由F-15战机 转去用F-35 或者其他隐形战机的时候 他们本来想着 不会有那么多大型战争 因为那时候已经打完伊拉克了 他们想着应该是 过了这个时代 是隐形战机的时代 但是殊不知 其实当他看到中国国力上升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中国力上升的话 他假设他要制止中国去回收台湾 他是需要一些快的设备 都不是说是不是隐形了 根本都不是那一回事了 所以你看到美军 去到2019年打后 又开始去采购F-15战机 而F-35开始就不要了 其实在美国国会的说法 每次他们讲低端芯片 如果中国是要回收台湾 是有一场这样的战役的话 你是需要大量这一种这样的芯片 去帮你的战机做事 其实大家的军备其实不差多远 我讲这一类型军备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军备 你有这样的芯片的话 意味着就是你有能力去进攻台湾 你有能力去围堵台湾 更加有能力分分钟 是抵挡美国的进攻 而美国自己本身 他的国内其实已经讲了很久了 就是他们这一类低端芯片 越做越少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 已经移向下一个阶段 是移向完全都是说隐形的阶段 但谁知道原来不是 他们要走回头 所以当我们做越多芯片 越做越好的时候 我们说真的 我们自己民用的芯片 其实是一些很精致的芯片 我应该说好像点心的美点 你去打仗其实是吃饭团 不是吃美点 我不要你的考手点心 考手点心留回你其他时候 饭团是最重要的 我要做的就是饭团 他见到你中国能够做这么多饭团 其实他会害怕的 因为他怎样呢 他不能够做这么多饭团 他也都已经离开了做饭团的时代 所以后果就是死了不行了 他开始害怕了 所以更加见到麦考尔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又说他继续豁免其他东西 因为其他东西不太关于打仗事 这一样是十分之直接就关于打仗事 所以在他们的角度 这件事很牙烟 很危险 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勇哥 除了低端芯片市场之外 我们最近的华为公司 也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 你觉得除了低端市场向好之外 高端市场是否有一片光明 华为上个月尾 华为上个月尾 终于突破了美国的晶片的封锁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访问中国期间 就发布了新的五支手机 这个新闻就非常值得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的科技界 值得劫折赞赏 或者值得自豪 同时这几天又有新型号的 这个华为的两款手机 据说也都开始在 他那个网上的商店销售 这一系列发展 这几天其实很多人都拆解了 华为的新手机 大致上都知道 华为推出新手机的技术限量 或者制程是怎样的 大致上已经是比较明白的 我有点担心 就是因为美国对于华为 推出新手机 其实它是很矛盾的 心态很矛盾的 首先 美国人第一 就是说你怎样做出来的 他首先就开始要拆解你 据说到现在 目前美国的官方都保持监码 唯一一个正式出来说话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沙利文就说了 他说 华为推出新手机的这件事 就证明了 美国应该继续执行 小院高厂式的技术限制 从这句说话 就已经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将会继续在技术方面 压迫中国 另外 刚才都提过 美国众议院的外交 关系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 这个人 虽然他是共和党 但他也是很热冲于 和中国打晶片战 所谓的美国的晶片法案 亦都是起草人之一 他前几天 即7日 亦都去了荷兰 向制造工赫机 这间爱斯莫尔 这间厂施压 从这间 他所谓说得好听 叫口察 其实背后 都应该是分析中 华为怎样做出相关的晶片 和下一步 可能有些国家机 可以买给中国 有些不可以买的 所以都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所以这方面 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包括央视 都是保持一个比较中临一点 或者比较理性一点的看法 对于华为推出新手机 当然是值得我们开心 值得我们激烈赞赏 但是同时央视也都引述了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这个亦是中国的 资讯经济学会的 上目会长 叫呂亭杰的意见 他认为综合了 国内外各个机构 对华为新手机的 拆解的意见来看 这只手机 主要是核心的晶片 就是麒麟9000X 另外他还有1万多个零件 所以我们不要少看一部手机 那么小 其实是明国技术限量很高的 他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但是他坦然 这位教授坦然 中国晶片制造距离先进制程 还有一定的距离 就是我们既要开心 既要觉得自豪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自己 和最先进的技术之间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顾问轮点也好 我们不用担心 中国的这几年 尤其这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好 国家的科技发展也好 美国越打压 我们中国发展得越快 无论从我们所谓高音速的导弹 无论从外太空一些武器 现在全民之中的武器 中国都已经是走在世界的尖端 只是现在未公布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美国对这方面非常忌諱 所以美国佬现在最新的情况 从美国各个媒体发表的一些言论 可以看到 华为新手机的推出 已经引起了 就是华盛顿东国的担忧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全面 在筛选中 或者探索中 所谓这万多个新手机 零部件之中 哪些由哪些公司提供的 最新透露出来的消息都已经说了 就是现在他想针对中芯国际 即是觉得中芯国际 即是觉得中芯国际 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一方面我们要加紧步骤 做自己的国产化的道路 或者是自己的科技创新 科技新的科研成果的追求 另外一方面我们亦都要 像刚才所说的 互联高端、中端、低端的晶片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策略 以及我们最重要 我们中国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保持供应的稳定 因为中国的市场较大 而且中国和全世界 140多个国家 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我们本身的市场 和外销市场 其实我们都相当大 如果终分地布局 或者做一个计划 最后我们中国一定 和美国这场长期的 科技较量也好 国际较量也好 我们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本身刚才提到制裁的手段 美国制裁中国的手段 会有可能升级 其实现在制裁到什么地步 说到美国制裁 可以回顾过去五年多 超过五年 究竟美国怎么去制裁中国 里面来说 其实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美国是方话连篇 大话不断 很记得特朗普年代 那时候是属于2018年的3月年初 美国就举着特朗普 就说 我会使用这个1974年 301条例 对中国的贸易来说 要在美国进行这个制裁 中国很多商品卖到美国 美国不可能不要中国商品 因为中国来是制造大国 无论你衣食住行 擦牙 底三副都要中国 但提到美国去卖什么给中国呢 就卖个叫做波音飞机 再賣美國的糧產品 美國那些高科技就是不賣給中國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要中國去買很多糧食 那為什麼解決呢 美國就說不公平 於是我就實行這個制裁 當時講的是超過340億個產品 要提出25%關稅 2018年的年初 這個方話年篇來講 慢慢就出現了一個變化 在年底之前來講 大約是12月份 大家記得了 就走出一個孟邁州 貿易為什麼轉了孟邁州呢 理論上都是講貿易 因為華為這個董事的高層來講 孟小姐來講 她因為跟伊朗的交易 產生了不適合美國的要求 制裁 咦 貿易和這個制裁 是因為跟伊朗關係 好像風馬牛不相及 拉拉不起來的 不過今天我們當然明白了 怎麼會跟貿易沒有關係呢 就是這個貿易就變成了一個科技戰 貿易戰 好了這個科技戰 為什麼進一步可以 引證到美國的大話年篇呢 因為她跟著進一步所講 就是華為是對美國國安有問題 國家安全 很快去 去到第二年的2019年5月 英國說想用華為 美國就說 你們歐洲都不能用 派人去到英國議會 吵了5小時 說她對這個國安來講 是有問題 不適合美國標準 最終人家查過沒有問題 但是倫敦這個什麼國家 富庸國 不知道什麼國家 總之聽美國說 最後說 好了我們都不用華為 整個故事就轉變很明顯了 貿易戰 就由一個萬買洲 其實就轉成一個科技戰 美國國安 今天是不是還說國安呢 又很明顯不是了 最後到這個呢 拜登年代 拜登一上台 就是2021年4月 就推出一個叫做 創新與競爭法案 就抗衡北京影響 國安就變成這個影響了 在這方面是針對科技 2012年代替拜登 剛剛坐下沒多久 去到2022年去年的8月9日 拜登就清楚地推出更加明顯的 叫做芯片與科學法案 剛剛你提到的那個名字來講呢 墨考二 都是屬於芯片法案的起草者之一 好了究竟去年他做了什麼事呢 第一個推出 這個芯片與科技法案 不准在中國設廠 於是就搞到一批台商 韓商 究竟怎樣中國發展 其實就令到他的生意 一打下去 水瓜打狗 不見了一大堆 但不出一個禮拜 第三招又再出現了 8月9日到8月12日 一個禮拜裡面 美國再出現新一招 新技術出口管制 咦?再想一想 貿易對這個科技 現在連出口都不給的 本來就是不准去 現在去都不行了 是什麼呢 連光刻機都不行 芯片連光刻機都不行呢 其實這個就更慘 就是一般都要審 那個美國會沒有 那國際的拜登 您會不會進行 去做的話 全面的人 現在看了 這麼多的 這方面的經濟 支付美元都要死 或者不支付美元都要死 因为通过有关的所谓的支付系统 SWIFT 都不准用的时候 已经进行了三方面的大变化了 贸易战 科技战 金融战 还拉拢了四方联盟 日本 台湾和韩国 整个游戏就去到很轰轰烈烈了 今时今日 你看到新的名单出现了 在同期间来说 过去一个月 我们看到美国进一步新的制裁 就是说 财政部限制针对拼购私募股权 封投这些股权收购 陆地投资 合资企业 可换股债务等等来说 不准给钱中国 金融战再进一步升华了 钱都不准去中国 中国自己发展都不行 对香港当然都受影响了 游戏来说 总结一点 说就说贸易不平等 到今时今日看得到是假的 不想中国发展高科技 如果你说科技战是属于要制止 有国安问题 今天看到又是假的 不是国安 他是不想中国发展起来 这一个总结来说 看得到美国方言 第二 美国无助 还有特别的交集 这个方向的国企业 就说了 挺英雄的 这一切 但是過去一個多月來我們見到 最高姿態就是 中國經濟快死亂 這些通過文宣來的 不停去進行對中國的 經濟上的心理戰 如果中國在這個經濟上 動搖了的心態 資金外流美國就成功 我想勇哥所講的 不讓整體 中國的科技再發展是一個 怎樣令到這個戰爭 進入另一個階段呢 可能是美國要進行的 另一個心態 美國一直以來因為 要維持它的霸權 所以要圍堵我們中國 今次講到這個 低端生命市場 和它所謂的霸權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美國很依賴 一些現成有的制度 或者系統 去幫它維護著它的霸權 這個制度有多重要呢 或者我用了一件舊市 去帶出這件事 我們香港一條街叫列那士地台 就近堅島那邊的 就是半山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當年菲律賓國父曾經在這裡住過的地方 它在香港是一個執業的眼科醫生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國父孫中山的紀念館 中國歷史裡面就沒有這條數 但是在菲律賓的歷史裡面 就有這條數 就是當時就說 他們的國父就是雷薩 雷薩就拿了200萬的金幣 就來了香港 但是那些金幣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但是到頭來就是 買了一批軍火回去 菲律賓去做革命 但是這件事兩邊的歷史 就是你要拼了兩本歷史書裡 才看到那個洞洞的 但是你拆開兩本書 你見不到這件事發生的 試想一下 如果當時他們用SWIFT的話 美國第一個知道你要翻台 美國第一個知道 你原來是這樣運錢去哪裡哪裡 就是你想想一下 那個制度其實能夠帶出多少 隱藏著的資料出來 是即時能夠見得到的 所以當美國其實幾年之前 他們已經吵了那段新聞 其實跟今天這段新聞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說 原來自從去年2月 俄烏戰爭打響之後 其實原來在說的是 美國以為它能夠制止俄羅斯 因為剛才都說了 就是那些戰機需要一些 相對低端的一些晶片 美國以為它制裁了俄羅斯 那些晶片就不會去到俄羅斯 而俄羅斯事實上 也自己不太能夠製造 它有兩間大廠 但是不及得我們國家 不及得美國 能夠製造這麼多 那當時美國想著 我制裁你們搞定 你的戰機應該死的 即是沒有零件的 你會搞定 但是誰知道 不是很多 那麼當時有段新聞 就是說 原來有很多的晶片 就是經由我們香港 以及國內 在內地 就運到俄羅斯 而那個數字是多少 原來在說 由澳湖戰爭開打 有七億多美元的晶片 是運到俄羅斯 而這七億多美元裡面 有七成半 其實是經我們香港的 那麼你想想一下 當時美國在想 為什麼你能夠有這麼多 這些低端晶片 這些普通的晶片 全部那些牌子 例如Intel AMD 或者Texas Instrument 這些美國牌子的晶片 但是竟然去了俄羅斯 他正在制裁他的 他不讓他用的 本來 但是結果很多 他唯一的東西就是 他必須要能夠知道 你們哪一個正在生產 生產多少個量 去了哪裡 因為他不做到這件事的話 他沒有辦法 防緣你去攻擊人 或者你有這樣的能力去攻擊人 即是你生產著子彈 你很多子彈 但原來他已經沒有 為什麼他沒有呢 因為美國在說 其實由去年年頭 已經在說 他們其實現在自己 最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晶片的供應鏈 因為美國其實想著 這些不高端的東西 我不用自己做 我給人做 但是你給那個人做 是不是那個人一定要是給你 如果他做完之後 給了別人 給了對家 所以他一定要 那個人是給他 而這個就是他制度的另一部分 就是這些 例如台積電 又或者例如台灣 又或者例如他一些所謂的盟友 要將這些晶片 不管你高也好低也好 都要給他 又或者你不賣就不賣 不會留在其他地方 不會用任何一個兜圈的方法 去對家手上 然後對家 又再去另外一個對家手上 所以他們更加會覺得 這件事很不行 就是我一定要控制你 因為今天美國其實已經在說 他很多戰機 不再是特別去設計的一個晶片 去給戰機用 而是用那些 我們叫做FPGA FPGA就是 就好像一個萬能插素 你可以用程式的方法 去令到他指定要做某些功能 然後就陷入一些機件 其實美國已經是把這些東西 外判了出去 問題就是外判了出去之後 如果這個這樣的生產商 他突然間背叛我的 我怎麼辦 所以他來到這個位置 他其實覺得很害怕 又反過來想 其實如果今天 說的中國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在文宣上等等 表面都強過美國的話 你覺得台灣的領導人 他們還敢站邊 其實他們這一刻 只不過是正仍然以為 美國還有根梁在那裡 但是這些根梁開始慢慢消失 當消失到某個地步的話 其實你就會看到逆轉 為什麼 美國很明白 中國人的社會 就是一個這樣的集體主義的社會 真是所謂的西瓜靠大便 其實不要管台灣他們的領導人選舉如何都好 如果那個高低立建得太嚴重的話 其實也都會影響到他們到時的決定 因為沒有人會無緣無故選擇一個 你明知打不贏的走過來站過去 然後覺得我跟你打過 不要忘記了 就是台灣的而且確 在我們的沿岸地方 美國是軟水不來個近火 況且它根本就不會夠你 它這段軟水根本就不夠你 它自己也不夠水 所以當它再跌的時候 如果它連這個這樣的供應鏈都斷了的時候 換句話說 你就剩下什麼 我剛才所說 你剩下一些有滅聲器的槍 你沒有那些會響的大炮 你還來救到我嗎 你還來幫到我嗎 所以它更加要保證這件事 不可以斷纜 所以它更加需要在這方面來圍堵我們國家 因為只要它圍堵我們 它仍然能夠在文宣上 在種種的東西 種種的方向上 還可以告訴周邊它的所謂的盟友 你看我還可以的 我還可以的 但其實大家都看到了 它已經一直這樣去外判 它現在就好像那些 由以前當年 美國是一間小食店 自己會做一些冷手小菜 去到它現在變成集團 它所有點心都是外判的 問題現在就是它外判的點心 它那條供應鏈出事 那我還覺得你這間酒樓好味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其實它越來越有這個 這麼嚴重的問題出現 所以它其他樣樣都可以繼續 而你唯獨是這個不可以 因為就是告訴你 它還有幾好打 它要維持著它的霸權 其中一樣就是維持著制度 維持著它的供應鏈 維持著它這一班 在供應鏈裡面的每一個 它的個體 它都要維持著 但實際上 你看到它是跌著的 你看一下 現在今天他們說的 F-15重新投入去生產線 從2004年去到 他們以為會用F-22取代F-15戰機 去到2008年 他們覺得不行 F-22搞不定 找F-35來 F-35來看看它的載彈能力 如果真的要打起仗 真的要有一個壓倒性的優勢 F-15就是現在說F-15EX 那是空對空12支 空對地都15支 是說F-35的四倍 我不管你有多靜走過來 你的彈的數目不夠 你的船艦的數目又不夠 你又要遠程來和我們國家作戰 其實每樣都會輸 所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它更加一定會走回 原本F-15的位置 你要走回到F-15的位置 你就要走回到以前 好像很低端的技術 但那些其實是很實際的技術 用華為的新手機 就突破了美國的封鎖 高端芯片就取得突破 低端芯片又說怕我們壟斷 其實整個晶片市場 芯片市場 美國擔心些甚麼 中美博弈其實不斷在包圍和突圍之間 在擺動 今次美國消防部長雷蒙多 訪問中國 其實他最大的心願 或者最大的任務是兩國 一個就是希望中國解放 這個包圍飛機的限制 希望想中國買多些包圍飛機 第二是對美光晶片 中國制出的反制措施 想叫中國解除 這兩個其實正正是中美之間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博弈的戰場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鴻空工業是代表了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 或者包括隱形戰機 都是跟鴻空工業有關的 它的動力特別是飛機、發動機 所以雷蒙多其實一系列 對中國的制裁措施 都是雷蒙多主要的擦動者之一 因為商務部由它負責 第二個在晶片方面 就是今次在中國制裁美光也好 或者今次的華為新手機的推出也好 就是反映了雙方在這個戰場上的 博弈或者是戰鬥 中國今次在兩方面 其實都是作出一些相當好的特位 尤其我們都知道 夠早前美國預測了中國的所謂隱形戰機 最少沒有十年都研究不到出來 結果中國在兩三年之一 靜靜地發佈了 或者進行了示威 美國人都覺得很驚訝 所以這一點已經是體現了 中國在飛機的材料、機械、電子技術方面 或者是鴻空控制 尤其是火控系統方面 是取得很高的進展 這個也是簡單說 中國已經走向了 戰鬥機的自由 或者是叫做鴻空發展的自由 另外一方面 華為這個 尾60的新手機 這個系列手機的推出 正正代表中國正在走向 所謂晶片的自由 或者是移動技術生態的自由 即是這個方面 都是很多人關注的一個焦點 這兩方面 總是想來就是說 我們看到 尤其是我們今次聚焦於講 這個晶片 是否中國 是否將會壟斷這個低端市場 美國人所擔憂 其實美國人是在虛防一招 其實它關鍵 它現在最擔心 是中國在高端晶片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高端晶片的主要 其實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設計的軟件 你要有軟件才寫的程式 如何設計一個高端的晶片出來 這個很關鍵 這個技術 以前全部掌握在美國的手裡 另外一個就是 你設計出來之後 你要有相關的光刻機去進行製造 這個是第二個過程 第三個過程就是 相關所有材料供應 我們都知道 美國是全方位封殺中國 包括軟件 第二個就是光刻機 叫荷蘭不要供應給中國 第三就是所謂光刻膠 是由日本控制的 所以這三個方面 就是一系列的舉措 但是從今次華為 突破了美國的封鎖之後 推出自己的產品 證明了中國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 我們說 一條道路通羅馬 這條路走不通 我們走另外一條路 我們一定可以繞開美國的包圍圈 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 Milson 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博弈上 你覺得最終會怎樣影響 中美角力或者中美鬥爭的結局 最近東盟峰會 大家當然看到 雅加達高鐵又啟動了 中國的高科技 基建狂魔走到全世界 實際上中美國異之下 大家不可能不去了解一下 究竟中國這個路 是幾時走出來 走到為什麼今天這麼厲害 我們回顧一下 在今天的十四五規劃 十三五規劃 十二五規劃 是2025年中國製造這句說話 十二五規劃是2015年5月8號 國務院公佈的 當時所說中國已經去到一個新常態 有三方面 高速經濟增長將會放慢 不需要走得很快 第二會加強這個消費帶動經濟 更加重要的是有創新驅動 什麼叫創新驅動呢 如果用傳統模式 舊模式走的路不會快 西方試過工業革命走得很快 中國今天是說創新 通過創新驅動 所以中國由一個製造大國 變成一個製造強國 今天美國對付中國的幾個模式 都難以成功了 一你說貿易戰 西方世界怎麼可能不買中國東西 全世界怎麼可能不買中國東西呢 而買中國東西的過程當中 今天見到很多令人驚訝的高質素的人 講這個新能源汽車 中國成為世界首位 如果講水裡面的 俄烏戰爭之下 帶動這些新的遊船 中國做的 如果你看深海的交流 中國出的 上到天空 中國有這個C919 類似情況來說 都是屬於高的製造能力 不是再說低的製造能力 中國製造 由一般的變成中國製造強國 根據這個情況 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 2025年中國賣入製造強國行列 2025年 今天是2023年 即使說第一步還有兩年 但是今天中國交出的成績表 已經是非常亮麗 令到美國都害怕了 第二步是講中國要達到 強國製造的中等水平 這個時間表是2035年 還有12年之後 今天美國已經不知去了哪裡了 最後一步就是講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 即是等於1949年 去到2049年 到時中國更加會鞏固製造業 強國的國家地位 綜合實力 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我覺得這個時間表已經完全超出了 美國怎麼可能不怕呢 但是深入了解一下 為什麼今天中國這麼厲害 其實離不開不同國家的體制 西方國家尤其以美國政府為主的 他連國內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越來越烏煙瘴氣 他拉攏盟友 叫盟友幫他做的一些爛頭卒 實際上就欺負了自己的朋友 中國在國際上 新興市場 全部都是自己的朋友 幫助人家 是幫助去建機鐵 建這個公路 建港口 但是美國今天所講的故事 他的朋友去到非洲是掠奪的 把人家當奴隸 要求人家做的事是低端的 中國幫助全世界 不單止自己走高科技 還在說幫人家做數字經濟 製造強國 西方究竟傾向哪邊呢 說錯 應該是新興市場應該傾向哪邊呢 看得到印尼 看得到中東 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可以這樣總結的 今天美國的體制 令到美國已經再不能夠向前 相對厲害了我的國 中國向前已經是很清晰 中國再前走 美國如何再干預 再阻擋 是阻擋不了歷史潮流 經過三年零九個月的時間 今天終於迎來了 屈肌TV第一千集的節目 再次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記得訂閱留言 和讚好我們屈肌頭條 我們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的